这个练习题的话呢 它没有练习档 它其实就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 这个答案在这里 大乐透历史资料下载 那首先的话呢 我想要知道说 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 网路上有没有 其实有 我用Google的方式 你Google什么呢 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直接在Google这边 直接贴上搜寻 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乐透云 当然还有其他的 点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大乐透历史资料 里面的话呢 最新的是5月1号 开了几个号码了 6个号码再一个特别号 有没有 那在前一期4月27日 以此类推 也就是它把历年来所有的资料 一直到第一页 由新的到旧的16个页 所以你会发现 最旧的应该是从2004年的1月5号 开箱的号码 那假如说我今天需要什么 1到16页 全部一键按下去 就自动到我的ESale的话 那有什么方法 以前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就是先切到第一页 然后选起来 复制贴上 只有值 因为那个格式不要 第二页复制贴上 只有值 如果你每天都 假设把这里面资料还好 不会变动会更新 那如果说呢 他每天都变动 你不会每次都要来一遍 所以如果你希望 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可以有一个程式 当然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批示下载大乐透 可以直接执行之后 他自动帮我把16个page 在瞬间直接下载下来 并且呢 帮我格式化成我要的结果 有没有发现 5月1号 当然我特别号是放前面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一直到最下面一个是2004年的 1月5号 全部都下来了 好 那其实背后是怎么做的 其实就是这些城市而已 那这些城市怎么来的 其实第一个 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所以第一个 其实会不会很复杂 其实理论上 如果你知道步骤的话 我是觉得还好 我们需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你要学会一个功能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叫从web 这边一个叫从web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从web 把你要的那个网页资料贴到这边 到把资料下载 但是问题是你有16一页 那问题是你只要用聚集录制 录制一页就可以了 好 第二个是你再跑个回圈 for i 等于1到16 你告诉他说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 一直帮我下载 但是下载到哪里呢 他会下载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可是他会一直下载 那变成说你下载到最后 这个要往下 再把它下载 再往下再下载 所以你可能 第一个是回圈 第二个是你下载到 他的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两个讯息修改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按部就要来了解 怎么做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要先知道资料在哪里 所以我刚刚讲 你就Google一下 大乐透什么 这边我刚刚是Google 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 历史也可以 那你会找到什么 一个大乐透的资料 那首先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他进来之后的话 他的网页 你会发现 他这个网站 其实是利用什么 一个技术叫ASP 不过这个技术已经很旧了 这个技术至少20年以上的技术了 现在新的是ASPX 不过你会发现 新技术旧技术 不管什么技术 反正能用就好了 他可以达成 我们要像VBA好了 他已经出来 差不多了10年 还不是继续在跑 有没有问题 好像也没什么 我现在大概在学 最重要是你要怎么样解决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点选 比如说我今天要抓第一页 第一页是这个 点下去 那你会发现 点了第一页之后 请你观察一下 上面的变化 它一定是往 它这个ASP还存在 会加个问号 问号指的是 我要执行的参数在后面 它会有两个参数 比较重要的应该是 indage page等于1 有没有 然后end order by 意思就是说排序的方式 由新的到旧 所以如果你要由旧的到新的 你这边应该改order就好了 所以其实 不过这个后面这个order by不重要 比较重要是这个1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我今天 假如点了2的话 它应该会变是什么 你把它点2 你会发现这indage page等于2 那如果你点16的话 当然不需要 它就变成16 所以它有个规则性 1234 一直要16 所以特别之后 以后你要下载 你先观察一下 网址上面的东西 理论上 上面如果有变化 你就把那个变化的规则抓到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下载一个 把它改成回圈 那就可以满足我们要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先点第一个就好了 点第一个哦 然后把上面的网址先复制一下 并且先彩排一下 因为我们需要利用那个 Excel里面的哪一个功能 我先开一个新的好了 就是资料里面的从web 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彩排完之后 你把它录制聚集 把它变成我们要的程式 不过这边 它里面有JavaScript会发生错误 所以里面的话 你就一直yes就好了 把刚刚的那个东西贴上 倒一下 然后它会出现错误 你反正就yes 里面有一些JavaScript的程式 那再来的话 它会出现说 请问一下呢 你这里面 你要下载哪一个表格 实际上呢 上面这边有一个箭头 指的就是它会帮你抓 网页里面的表格 不过基本上 我们抓的资料通常都是表格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要抓的是 这个表格 然后呢 你汇入到哪里呢 汇入到A1 放这里 按个确定 资料就下来了 但是目前呢 只会下载第一个 可是我要下载1到16呢 接下来就要开始录制聚集了 所以录制聚集的话 首先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给它一个名称 其实如果你不太熟 你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上面都有步骤 第一个 这边有 你可以点这个网址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从web 资料web 然后再来的话呢 我们给它录制的聚集名称 叫大乐透下载 我用这个名称 那录制的方法就是把刚刚的动作再做一遍 OK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一 开发人员 二 录制聚集 然后把它名称输入上去 OK 那这个时候你就 不能N区了 你要连贯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等于你 所以我说要彩排 你确定你不要 做到一半 下一步在做什么 那等于你要重来一遍 按确定 一 再来的话 什么 资料从web 那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刚刚的公式是 我们的这个大乐透 这个 看到没有 index page等于1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那个 刚刚这个地方贴到 我们的 这个上面的地址 因为它地址有点乖乖 应该是网址 倒一下 然后呢 它如果出现是否 反正你就按4就对了 OK 然后呢 把你要下载的资料 打个勾 这个东西 那特别之后 它只能够下载 那个网页里面的表格 也就是网页里面不是表格 它就没办法下载 所以把这个表格打勾 按一个贿赂 到A1 确定 好 下载完毕 请你在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好 恭喜 完成了 第一步 录制聚集 但是问题呢 如果你现在执行 它只会下载 In-page等于1 那你要2 3 4一直到16 怎么办呢 接下来呢 你就是到 我们的聚集 或者VBA里面 找到大乐透下载 刚刚录的编辑一下 上面注解 我习惯是把它先删掉 好 那你观察一下 基本上 这边呢 它会最重要是UIL 后面这一串 有没有发现这一串 其实就是你刚刚贴上的东西 也就是说呢 UIL 其实就是我们的网页 后面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改成I 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会出现第二个问题 Distination 有没有 它是A1 意思就是你第一个page下来 在A1 那你第二个page 还是贴到A1 那就覆盖过去了 所以呢 这地方你要改什么 这个地方 恐怕你要用 我们之前教的追踪 向下追踪 从A1向下追踪 追踪到最下面一列之后 有没有 在下一列 所以如果是第一次跑的话 那它是1 可是如果第二次跑的话 第二次以后的话 那就是向下追踪 加1就对了 追踪加1 这样的话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OK 所以这还可以需要改的东西 那我的习惯是 把这一段 因为要保留旧的 把这一段复制到下面 多加两个字叫P次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边改 加一个回圈 那改的方法 特别注意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执行的时候 这边 如果你把它执行一遍 你会发现 它其实这里面 有一行可能要杠掉 Command Type这一行 不然它会出错 执行有没有 有没有 征错一下这一行 所以记得这一行可能 要不就把它删掉 要不就是在这个前面加一个单引号 加个单引号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就这一行 Command Type这一行 这一行比较特别 其他就没有问题 执行下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把它加一个单引号注解掉 那如果说呢 我今天要把它改批次的话 大概我们就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什么 我们就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 1 到 16 Enter两下 打一个 next 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在这个范围里面帮我跳 然后再把这个 wish 到 end wish 其实这个就下载的动作了 把它搬到中间 并且我的习惯是再按个 tab 表示是下一阶 不然的话你在同一阶看不太出来 接下来的话改什么 把这个indage page一一改成 i 还记得吧 双引号双引号一到中间 endend一到中间 加个 i 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这个空白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变的 n 变的 而且以后都还可以用上 第一个 但是问题它会抓第一个放 a1 第二个还是放 a1 所以呢第二个你可能要解决什么 这个地方的问题 那我要怎么解决呢 当然我们就要做逻辑判断 所以 第一个也许先到这里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边该怎么解决比较好 如果 它是第一次 就是在 a1 但是如果 之后的 它可能就自己往下 往下 如果你做得出来的话 恭喜你 执行全部都下载下 ok 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吧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资料就是在大乐透空一格 这个历史 google一下也可以找到 先了解一下它的逻辑 所以以后 类似的做法 我想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可能你每天都一定会需要下载的data 在网路上面的话 我想你就多变起几次 久了之后 你也可以自己用VBA去爬资料 所以VBA能不能当网路爬虫 绝对可以的 没有问题 好不好用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能做什么 做 基本上 我感觉 Python能做的大部分事情 其实VBA也都办得到 ok 所以有的时候 只是说 这种做的方式 也还是稍有差异 各有优缺点 那所以请各位先把那个 刚刚讲的部分 先试做看看 然后写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1到16页 因为刚好16页 那我们如果说 这个这个 假设A1的部分 怎么样解比较简单 好